《少女養成》與多樣化隨機元素的卡牌 RPG 純白和弦 可愛的二次元美少女 鬥趣的動作以及舞台劇風格的背景 要來徹底攻佔你的手機啦 《純白和弦》是一款以歌劇少女為主題 結合 Rock-like 元素的 RPG 手機遊戲 跟其他遊戲只要戰力達標 或是隊伍夠強就能夠輕鬆過關不同 這款遊戲中每個關卡都會有特別的對戰體驗 就看我們要如何驅捨每場戰鬥結束的獎勵 獎勵層層堆疊下來就會大幅影響戰鬥性能 每個關卡都有數個小型戰鬥組成 每次戰鬥獲勝都有機會拿到額外的聖物或是技能卡片 聖物可以強化樂器的被動能力 雖然有好處但也有機會出現一些負面效果 我們要針對隊伍組合小心地挑選這些聖物 一場場慢慢強化自己的陣容 挑戰關卡最後的頭目 故事中維爾蘭德又被稱為四國大陸 是由春之國夏之國東之國跟秋之國 這四個國情差異非常大的國家所組成 我們要扮演春之國斯廷哥伯學員的新生 以學院指揮家的身分 跟數名月姬一起對抗名為月眼的怪物 這些月眼從夏之國出現 並在維爾蘭德到處肆虐 而獲得維爾蘭德魔法力量的少女們月姬 有著能和月眼戰鬥的能力 月姬不僅要本身有資質 還要經歷冰死體驗才能觸發這種能力 我們身為學院的指揮家 則是要找出有資質的少女們 並將她們安全地轉化為月姬 真的是身負重任喔 為了迎戰四處破壞的月眼 我們要前往永遠是黑夜的夏之國 以軍事能力著稱的秋之國 還有四季都是冰天雪地的冬之國 展開一段找尋預知中出現的創世大樂章的冒險之旅 在純白和弦中出現的月姬其實都有來源可考的喔 像是古典歌劇《睡美人》中的奧羅拉 來自魔誕射手的雅加特 還有許多來自經典歌劇的角色 有喜歡的月姬不妨去查查他們的由來 會對他們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每位月姬都有他們的鎖處陣營 分別是學院、春之國、夏之國、秋之國、冬之國和意境 需要相對應的素材才能夠提升月姬的技能等級 月姬也有各自的職業定位 分為法師、戰士、射手、輔助和守護 又細分為各種種類 包含魔法型輸出、物理型輸出、混合型輸出 增傷型輔助和減傷型坦克等等 我們可以帶領四位月姬一起組隊上場戰鬥 系統會自動把坦克放在隊伍前面 輔助放在隊伍後方 如此一來就能夠確保輔助可以安全的在後面補血 所有的月姬都有三種主動技能卡片 以及一個本身的天賦 這三種主動技能卡片 就是我們戰鬥時能夠使用的技能 一組隊伍有四名月姬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有十二張技能卡片可以使用 這些卡片有著單體攻擊、群體攻擊、補血 小範圍補血、護盾和強化等各式各樣的能力 而月姬的天賦都有強大的能力 有的月姬每打出一張技能卡片就能回血 有的使用技能到一定次數會讓自己結冰 減少受到的物理傷害 有時候天賦才是影響戰鬥的關鍵呢 某些月姬一起上場的話 還會出現極度稀有的合體技能 會有附魔雙水性的攻擊 以及500 的固定傷害和額外的輔助效果 真的是非常可怕 認識完這些可愛又強大的月姬後 就讓我們來為戰鬥做準備吧 冒險模式會是我們最先遇到的挑戰 每一張第一次冒險時 會要通過一次故事模式 在故事模式中 隊伍組成是系統提供的固定角色 這個陣容都是可以讓我們輕鬆過關的組合 我們就能利用這個模式 好好學習一下遊戲的玩法 戰鬥時會從12張技能牌中 隨機挑選4張作為現有的手牌 要把這些技能牌打出去 就需要有足夠的靈感 靈感會根據時間經過恢復 每張牌需要的靈感點數不一樣 分別有1到8點 當靈感點數積滿後 卡牌周圍就會發出濾光 把牌打出去 月姬們就會使用對應的技能 當月姬起掉時 他們的技能卡就會變成灰色的無法作用 但還是會卡在手牌中 所以需要消耗一點靈感把他們打出去 才會有更多新的卡牌進來 在遊戲中技能牌是沒有辦法指定特定敵人使用的 當我們使用單體技能時 會自動選擇距離最近的敵人 戰鬥中所有人物都會走動 而且會被擊退拉遠 有時候前排的人會跟後排的人拉開距離 在使用一些小範圍技能時 必須要注意能不能達到其他目標 否則用了等於只對單元目標使用 就很浪費囉 通過故事模式後 這一張的關卡就會變成副本 每一關都是一張小型地圖 由許多小格子組成 每個格子各代表不同的事件 有跟法律戰鬥的事件 也有跟強敵精英戰鬥 或是特別事件以及營火休息區 精英戰鬥要跟許多變成越技的越野對戰 他們會使用越技的技能 用攻擊力超高的範圍攻擊 搭起來非常困難 事件格子會給我們一些選項 獲得各種技能卡牌或是生物 以及最重要的營地格子 在營地內我們可以休息 恢復全員的HP 或是復活死亡的越機 對面臨接下來的頭目戰鬥非常有用 我們也能選擇拋棄其中一張技能卡片 將不需要的卡片廢棄後 它在這次的關卡中就不會出現 像是如果頭目的物理防禦很高 那就可以把消耗量大的範圍 群體物理攻擊技能卡給廢棄掉 這樣其他卡片的出現機率就會變高 營地還可以強化手中任何一種越機卡片 讓他們打得更痛補得更多 每次進去營地只能選擇一種功能 請務必好好挑選 該回血的時候就要好好回血 因為魔王可不是省油的燈喔 我們要一路從最左邊的格子打到最右邊的頭目 中間會有許多岔路可以自由挑選要走哪一條 每當完成一場戰鬥 就有機會獲得技能卡片或是生物 在一些特別的事件格子中也會取得生物 戰鬥中會取得兩種類型的技能卡片 一種是越機的技能卡片 可以重複取得多張同種類卡片 像是補血技能拿的越多 手牌上拿到補血技能的機會就會越高 另一種是指揮卡片 主要是一些輔助能力 像是隨即使所有手牌消耗靈感減少為1到2點 生命最低的越機能夠隨即回復10%到30%的血量 這些指揮卡會隨即進入到我們的手牌當中 同樣也是要消耗靈感打出去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影響最大的生物 生物的種類版多 各種能力應有盡有 也有不同的稀有度 稀有度越高就代表越強 例如暗色羊角每打出3張牌 就會讓其他牌的靈感消耗減少2點 薄皮小刀每打出3張牌 使隨機敵方單位受到的所有傷害增加65% 每一種生物都有非常強大的效果 拿到兩種同樣的生物就會升級 讓效果變得更強 越是稀有的生物當然就越難取得 根據關卡需求選擇最適合你的生物吧 隨著通過更多的關卡以及完成成就 就會拿到各種可愛的寵物 當我們在編組隊伍時可以帶上一隻一起出場 這些寵物雖然不會上場戰鬥 但卻能提供非常大的幫助 像是能夠讓隊伍中所有人攻擊都有5%的機會 讓敵人腐蝕等能力 這邊推薦寵物卡拉喵 初期雖然會減少2點靈感 但能夠提升35%靈感恢復速度 讓靈感恢復速度變得超級快 卡牌就可以一直爽爽丟超爽快的啦 我們還有每天必做的功課 像是在紀元獲取中有許多讓我們賺金幣 經驗值的關卡 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突破材料 和技能升級的素材關卡 每一種都會週期性的開放 想要刷妝就要去回憶走廊 在這裡可以拿到如同裝備的回憶 幫月姬穿好三件套裝 就能夠獲得強大的套裝效果 每一件回憶都有隨機的數值 多刷點回憶取得最棒的數值吧 每日活動每天只有固定次數能打 所以絕對不能錯過 你喜歡Rogalike 玩法 就一定要來挑戰一下探險模式 這個模式有很長很長的關卡 可以讓我們累積非常多的生物和技能卡牌 路線選擇也很多 還有機會掉落稀有的回憶 以及隨機掉落月姬的身心碎片 既好玩又能打寶 是一個一鍵雙雕的好地方 覺得自己的隊伍陣容夠強大了嗎 那就跟其他玩家的隊伍來一場PVP 對戰 在月裡驚演的模式下 我們可以使用自己的隊伍挑戰其他玩家 這個模式沒有Rogalike 要素 純粹利與利的拼搏 獲勝後能夠拿到挑戰之音 可以去兌換稀有的SSR 月姬 親密度道具和突破道具等等 持續獲勝的話排名還會上升 取得更好的排名獎勵 純白和弦有跨次元的聯動企劃 邀請到了VTuber 西米津基 和虛擬歌手夏宇瑤 首度跨界合作 演唱遊戲主題曲純白之事 以及西米津基的活動任務 雙雞之半上篇 在一次西的直播結束後 正要去買章魚小丸子的路上 突然就被一陣光包圍 穿越來到了異世界純白和弦的春智國 並且遇見了主角異行人 究竟我們能不能幫助他回到地球呢 活動中我們要進行一連串的戰鬥 取得重要的資源北極星 並在活動便利店中交換到各種超棒的資源 像是歌技經驗 回憶經驗提升道具 還有可以用來提升西共鳴等級的重要道具 西的餘音 想快速提升西的戰力 那就來把活動獎勵刷好刷滿吧 活動期間我們還能夠取得兩件 西的期間限定服裝 分別是雙雞之伴和悠閒假日 看到這只批了一條浴鏡的服裝 各位玩家們你心動了嗎 雙雞之伴上篇主要是西的故事 和夏宇瑤山芋的故事將在之後登場 喜歡他們的玩家可千萬不要錯過囉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迫不及待 想要純白河先推出了呢 在遊戲上市之前 就多看幾次我們的新手入門解說影片 讓你到時候能夠快速上手 輕鬆突破難關